这个冒眼罗个头肯定不小 我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如何将这个冒眼罗挤得特别干净 找一个有水的地方 小心一点 这算是一个完整的 给它弄点水 这上面沙子太多了 轻一点 你看 摸它一下它就会动 你要是大力一点的话 可能就会缩了 这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是不是特别干净 好家伙 这么一大坨肉 赶紧展示 这也太爽了吧 看一点沙子都没有 真干净 再给它好好洗洗 挤完之后 它身上的粘液比较多一点 以后要是再遇到冒眼罗 就用这个方法 太过瘾了 就是海星好像是被浪给打翻了 看到出手了没有 就一个个在找 能翻身的地方 我感觉够壳 我也帮不了你 因为你是能吃的 而且这个海星 看起来还挺肥 它如果要是再瘦一点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直接放了 这只袋子应该是死掉了吧 怎么躺这个地方 看起来变肉 死了 这壳都开口了 它要是活的话 不可能 完完全全的躺在沙滩上面 有点可惜了 这没办法 这丢掉了 这 哇 这怎么 海边怎么会有铁丝呢 什么鬼 这个我应该能拿走 哎 可以 这个还是带走吧 多污染环境啊 小心 小心 力气好大 它一直就是 拱我 吓我一跳 咱们把这皮虾给 拳起来 不行不行 这好像犬的有点不对 啊 它好像扎到我了 疼疼疼 这应该出血了 真出血了 它身上的刺特别特别锋利啊 天哪 还好不是它头上的刺扎到我 就要扎到我的话 那就麻烦了 其实这件小伤的话 都是经常的事 只要能吃到它 我就能解气了 哇塞 好多恐龙蛋啊 发财了发财了 这一个 哎 这 碎的 空壳 这个呢 也是 不是吧 都 都是死的 都是死的 而且已经死了很久了 我还以为今天能够满载而归 哎 白激动 这条鱼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怎么回事 哇 这还是不要看去好了 太吓人了 这伤口有点大呀 它可能是被咬了 而且咬它的还不小 看一下给它 放生了吧 它困在这个地方迟早会死掉的 不要挣扎呀 马上就到了 嘿 哇 三分 像这边的海鲜 就跟昨天的不一样 当然这种海鲜是不能吃的 它可以做成标本 而且这个海鲜好像是 受伤了 不过不要紧 像海鲜这种东西都是再生动物 这个慢慢就会长出来的 主要还是太丑了 放回原处吧 有点脏 今天来的地方 全部都有石头 啥都没有 哎 前面 一只巨蟹 哇 个头好大 完了 被我吓到了 它直接缩进去了 啊 这家伙一旦缩进去 就很难出来的 因为它受到惊吓了 咱们看看把它放在 这石头上面 看看它能不能出来 嘿 真够气人的 就是不出来 哇 算了 带我家养吧 像这边这么一大片的生蚝 全部都是可以吃的 这个地方人特别特别少 所以说 这漫山遍野的 生蚝就吸附在这个石头上面 天哪 看看 可肥了 虽然个头小 但全都是肉 终于算是遇到一个大祸了 这海参 哎 它还在吃东西啊 进食这个海草呢 这海参就喜欢吃这娃 但是这只好像长得有点奇怪 我遇到的海参 大多数肉侧都是 黑色的 这是橘红色的 再教你们一招 怎么区别这个海参 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颠倒两下 看到没有 慢慢缩成一个小肉球了 再来两下 越缩越小 变成一个小胖子了 这样看这只海参 还蛮可爱的 这个还活着 这只老板鱼应该是搁浅没多久的 我以为是死掉的 结果一翻过来还张着嘴 这尾巴好像是有 好多次啊 鸡 疼疼疼疼疼 哇 扎人了 还有这儿 这边上 全部都是倒刺 看到没有 太吓人了 这鱼的正面跟反面 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 反正我是不敢吃 得想个办法 把它给扔回海里边 今天的收获还是挺熟的 但是 挽救了一个生命 主要还是我不能吃 我不敢吃 哦 天呐 差点忘了 我今天晚上还要接紫豪呢 他今天过来 完了 我要迟到了 艾瑞把迪 诶 紫豪呢 快走 我看会 我不敢吃 我看会 你 我不敢吃 我 没得过 那 没得过 ц 冷静 我 我活的 子豪你快来 这条派一吸到我了 天哪 他在头软乎乎的 你小点力气 我手都不敢动他了 他又站起来了 可帆帆发现一只野生的茅台 这茅台好像搁浅很久了 他好像在握纱 对呀 就这样被你发现了 那这茅台会涂抹吗 他这不有磨吗 这茅台活不了了 要不咱给他放生吧 可帆帆 你给我捡回来